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十八章十六到三十三节 后来这些人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可以俯视所多玛的地方 亚伯拉罕也跟他们走 送他们一段路 上主心里想 我不要向亚伯拉罕隐藏我要做的事 他的后代将成为强大的国家 我要借着他赐福给万国 我拣选他 是要他指示他的儿子和后代服从我 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这样我就实现对亚伯拉罕许下的诺言 于是上主对亚伯拉罕说 我听到许多指控所多玛 俄摩拉的话 他们恶贯满盈 我一定要下去看看所听到的控诉 是不是确实 那两个人离开那里往所多玛去 但亚伯拉罕仍然留在上主面前 亚伯拉罕上前对上主说 你真的要把无辜者跟有罪的人一起消灭吗 如果城里有五十个无辜的人 你还要消灭全城吗 不会为了救这五十个人而饶恕这城吗 你一定不会把无辜者跟有罪的人一起杀掉 一定不会 你那样做无辜者就跟有罪的一起受罚了 一定不会 世界的审判者一定是公正的 上主回答 如果我在所多玛找到五十个无辜的人 我就为了他们饶恕整个城 亚伯拉罕又说 我主啊 我只是一个唯不足道的凡人 求你容我大胆向你请求 也许城里只有四十五个无辜的人 你会因为少了五个而毁了全城吗 上主回答 如果能找到四十五个无辜的人 我也不毁灭这城 亚伯拉罕又说 假设只有四十个人呢 他回答 要是能找到四十个 我也不毁灭这城 亚伯拉罕说 我主啊 请不要生气 我要继续求你 假设只有三十个呢 他回答 要是能找到三十个 我也不毁灭这城 亚伯拉罕说 我主啊 请你容我大胆地继续求你 假设只找到二十个呢 他回答 要是能找到二十个 我也不毁灭这城 最后 亚伯拉罕说 我的主啊 请你不要生气 容我再求一次 如果只找到十个呢 他回答 即使只有十个 我也不毁灭这城 上主 与亚伯拉罕说完这话就走了 亚伯拉罕也回家去了 在教会的传统里 亚伯拉罕被视为是信心之父 但我们其实不常真的从经文里去想想 到底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长什么样子 今天的这段经文 呈现出其中一些亚伯拉罕信心的样貌 首先这段经文呈现亚伯拉罕和上帝的关系密切 甚至于上帝将要做的事 他也要先和亚伯拉罕讨论 不愿意向亚伯拉罕隐瞒 当关系亲密时 人与人之间 人与上帝之间 应该是无话不说 没有惧怕 没有隐瞒 这是一种信任的关系 再来就是亚伯拉罕和上帝的心思意念一致 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上帝希望亚伯拉罕能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亚伯拉罕也依着上帝的公义 来向上帝替索多玛 俄摩拉这些外族的城市百姓 带导祈求 在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将家族的私心 他不是打算靠关系就城里的亲人而已 亚伯拉罕关心的是上帝公义的原则 是否彰显实现在万国中 因此他看似跟上帝讨价还价 却不是在无理取闹 而是在依据上帝的本性 与上帝距离力争 经文非常有耐心 看似浪费了许多篇幅 在呈现从五十四十五四十三十二十一直到十的过程 因此我们在带导祈求时 也应当注意不只是列举各种我们的需要 更应该要关心上帝的公义国度 是否得以彰显在我们所代求的内容当中 依据上帝的本性和心意 来和上帝勇敢有耐心的成名 亚伯拉罕的信心 展现在他与上帝开诚布公 且亲密同心的关系当中 当我们今天在歌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时 我们是否有像他一样 时时贴近上帝心意 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 过于我们的私欲所关心的事 我们是否勇敢依据上帝的心意 来耐心代求 且将最后的判断交给上帝 而不是胆怯不敢开口 却又在开口前 已经自己下了判断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